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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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自己感覺已經挺好了啦 但是就跟我媽呀 我就一說話我就 控制不住的那種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在跟她說話之前 我還想你一定要 溫柔一點 因為她受不了你的激勵 然後從口而出又 休息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休息了 你走了一條另外的路 家人好像一說話一張口 你就覺得世俗的風吹過來了 就是那種俗啊 又說遲結婚找對象的事 生孩子的事 還問我怎麼冷不冷 你在那幹啥的 就像查戶口似的 誰關心你你就覺得他很俗 你覺得太俗了 生孩子結婚這種事 還要問我 你心裡早就拿 我都離進去了 是吧 這你不生氣還是 肯定生氣啊 肯定是 誰說這種話你也生氣 不是你媽 我要坐在這兒說 你怎麼還不結婚呢 你怎麼還不生孩子呢 你一個人這樣過行嗎 你也說上三天你也說 這個老師怎麼這麼俗呢 是吧 我不跟他說話 是吧 你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腦子裡想的是革命烈士的事 是實現共產主義的事 怎麼能跟生孩子這種相提並論呢 是吧 那邊太偏激了 這邊就生孩子就 就沒法比了 那邊是光毛燦亮的偉大事業 這邊是讓你輪回的事業 是吧 怎麼能 這不是很俗嗎 是吧 啊啊啊啊 一切法都是佛法 我爸也那麼說 我就不能 你媽說的時候 帶著焦慮 帶著情緒說的 你爸就是 你爸那個心 沒你媽那麼急迫 是吧 而且你 而且你笑你媽多 心裡有你媽的喜氣 是吧 你是女的 你 你是你爸你媽組成的 再加上你自己三個執著 三個錯覺 三重錯覺 入成了你的錯覺 是吧 三個錯覺在這出現了 除了個三個頭也 這不是說我跟我媽以前怎麼怎麼樣的 沒有沒有 想多了 所有的修學都會有這個問題 當你 當你尤其你在修行裡 這還是你沒什麼收穫 你等大家修到什麼 就像你 我現在知道你們修耳隔月頭 很多人說 你修耳隔月頭 收到文語所 就有點功夫的時候說 還動靜而下不生啊 文語所 我都禁留 禁聞不住這種境界的時候 你試試你聽這個 六根清淨了嗎 你 哪個就張開口 你都覺得修 只要他抬路四數法 一張嘴一說 怎麼這麼修呢 滿口冒俗氣 你六根清淨了嗎 哇 得意的 如果再有點神通 這個地方 根本放不下你們 知道吧 我都每個人 擱個坑子 知道吧 可厲害了 我媽 哼哼哼 我有厲害了 我有定理了 坐在那兒 真的是 你不知道那種 是吧 因為你們要為佛法 要是大乘菩薩 我要是佛法 我要普渡壮身 雖然坐在佛坑上 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 紅塵滾滾紅塵的 我們的老百姓 已經扯不下你們了 是吧 老百姓 我們就是輪魂的 是吧 我們就是敵馬輪魂的 六道重生 因為我們的六根 開始提醒了 聽進了 進化了 但是你還沒破分別 我直也在 法直也在 你有一個我 聽不慣那些不好的人 這還是世俗的天魔道來了 魔 哎呀 他有魔 他影響我耳朵 師父趕出去 他影響我 是吧 這都是革命烈士的做法 在修行裏面 革命烈士的做法 這個也沒問題 再到了再說 是吧 沒關係 慈悲慈悲慈悲 知道自己不對 慢慢改 能改多少算多少 改不全也不要罵自己 是吧 我媽今天就說了 生孩子去 監獄去 然後 你不是耳根圓通嗎 就把它當成海嘲英 是吧 他說啥就是海嘲英 此起彼伏 此起彼伏 無數不動啊 這不 生孩子去 去潮起 結婚去潮落 去潮落 去潮起 然後 你要是想回答 你叫媽 我在找啊 沒有合適的 這不是好好的說話嗎 說人話 你媽問你結婚的事 你就說沒有 找不下 一直在找啊 生孩子 那沒有伴侶怎麼生啊 是吧 已經有男朋友了 你有了 有了 是吧 你媽是說還不結婚啊 是吧 不想讓我 不想讓我 跟這個男朋友分開 然後 我當時 你也沒分開啊 沒分開 主要是她剛剛修 修潔運 哦 她不修是吧 她也沒有說完全不修 她來了怎麼 嗯 挺好的嘛 是吧 有男朋友的角度嘛 男朋友是說 修修也好 我們結了婚再修嘛 是不是 要結婚嗎 我怎麼知道啊 這是你倆的事啊 當然她想結婚 我不想 這個結婚有足以休息還不結婚啊 這個真的是 有足以休息嗎 也沒有 在心理上 在心情上 其實結婚不結婚 在理上是都可以解脫的 都不影響 就是生理轉化 親愛轉化的問題嘛 我一直說在家裡 可以用短期閉關來彌補吧 是吧 你現在沒有這方面的欲望 沒有 沒有欲望 那你跟她商量呗 這不可能 那你找對象幹什麼 之前每一件老師找的呀 就是已經開始有找下了 沒了 這咋辦呀 見了老師 見了老師沒了 欲望了 真的 那你遲咒真的沒有了 太過了 見了老師 見老師 有問題 有問題 我覺得每天上早課遲咒 或怎麼樣的 然後 就沒有那方面的想法 然後一旦有了行為 等等 老師也在 你現在是全身心的在修正 你要橫幅 這個誘惑更大 所以你的情慾 展示得好像沒有了 你在修修修 再過幾年 你修到一定時候的時候 隨便出現個有緣柱 還能觸動你 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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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沒進的時候 對情慾還有看法 你還找相 你知道一個真正的 心淫進的人 心淫進的人 結婚 出家 在這後 他不會問這種問題的 這個問題因為對他不是問題 他是該結婚 他是該離婚 他是該跟這個男朋友 是繼續相處還是不相處 這種問題對一個真正在情慾裡邊 已經解脫的人 他從來不會問這種問題 就像你對吃飯不在乎的時候 你不會問 一定要說 我中午吃啥 我中午吃啥 到底要不要吃 你無所謂 吃也行不吃也行 是吧 吃飯對你不是問題 情慾對你不是問題的時候 你結婚也不是問題 不結也不是問題 單身也不是問題 出家也不是問題 這件事跟吃飯一樣的 一定對你影響不大了 你不認為他是一個提上桌面的問題 最多說 今天吃一餐還是吃兩餐的問題 是吧 最重要是這件事 如果還困擾你的話 還要不要結婚 還怎麼辦 那你一定還著想 知道吧 是 這個沒問題 所以繼續慢慢 現在就這樣吧 男朋友來了再說 再考慮一下也不怎麼解決 開開心心的活 有策略 有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